一个叫波比的26岁的独居男子死在了自己家中 本以为是一起入室抢劫杀人案 可警察在调查的过程中却发现了大量一点 通过大量的取证搜索 警察终于找到了嫌疑人杰克 可他却声称自己是在帮助别人 原来波比得了绝症 为了免受死亡的痛苦他找来了杰克帮他自杀 然而这种协助自杀的方式到底算不算谋杀呢 杰克又到底会不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呢 在第一次的庭审中 杰克的律师先是找到艾滋病收容所的咨询师 律师问你做这个工作多少年了 咨询师说11年了 律师说去收容所的病人最后都死了吗 咨询师说大多数人在一年内就会死 律师又问他们是不是死得很痛吗 咨询师说是的 律师接着问那你有建议过他们自杀吗 咨询师说我提过类似的建议 我建议他们去英国 那里的医生有权协助死亡 律师结束问话后 斯通问咨询师 你有给过收容所的人一些致死药物或者枪之类的 可以帮助他们自杀的东西吗 咨询师说没有 斯通问为什么 咨询师说因为那是违法的 第一次的庭审律师和斯通基本打了个平手 可就在这个时候 杰克的律师对媒体放出了一个消息 杰克也患有艾滋病 看来杰克以杀死艾滋病患者为乐的这种推测应该不成立 虽然杰克的做法触犯了法律 可他已经是个将死之人 定他的罪又有什么意义了吗 于是斯通决定撤销起诉 他让两名警探去波比家里重新搜集证据 看看能不能找到新的线索 好让他有足够的理由撤索 经过一晚上的搜查 麦克斯告诉斯通 他们在被推倒的书柜背面找到了波比的指纹 很显然书柜是他自己推倒的 应该是为了制造成被抢劫现场的时候留下的 并且他们在房间里没找到任何杰克的指纹或者清理指纹的痕迹 然而当斯通拿着证据去找检察长想要撤诉的时候 检察长却接到了一通电话 有个女人效仿杰克杀了他智障的儿子 因为他认为自己的儿子应该跟杰克一样被安乐死 听到这里 斯通知道这场官司他是不得不打了 在第二次的庭审中 律师先是找到波比的父亲约翰 他问约翰你儿子把枪给你的时候 你是怎么说的 约翰说我说我不认为自己能完成这件事 那他说什么了 约翰说父亲 如果你想为我做些什么的话 就帮帮我吧 接着轮到斯通 斯通问约翰你说波比想要自杀 那既然他有枪 为什么不自己动手 约翰说他说他害怕死亡 接着律师又把杰克搬上了真人席 律师问杰克艾滋病的初期症状是什么 杰克说疲惫头晕还有食欲下降 律师又问晚期症状呢 杰克说我有个一起上大学的朋友 他不仅瞎了还得了肺炎 他在生命的最后六周里 每天都像溺水的人一样无法呼吸 律师说你也被诊断出了艾滋病是吗 你的希望是什么 杰克说我希望可以治愈 律师说如果治愈不了呢 杰克说希望我能够幸运地 找到一个愿意帮助我自杀的人 律师问完后 斯通问杰克是谁扣动的扳机 杰克说是我 斯通又问波比的时候 有接触到枪吗 杰克说没有 案子审到这里 结果变得扑朔迷离 身患绝症的人虽然非常值得同情 可杰克又确实触犯了法律 剥夺了他人的生命 可难道真的要把一个生命 即将走到尽头的人送进监狱吗 然而很快 庭审就迎来一个巨大的转折 在陪审团审判之前 律师传唤了一名意外证人迈克警探 律师问你在开庭之前 是否有跟斯通检察官 谈论过这起案件 迈克说有过 律师说请你把你们谈话的内容阐述一下 迈克说斯通检察官 让我跟迈克斯警探找个理由 让他撤销对杰克的指控 这个证词显然对陪审团 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 于是陪审团判决一击过 是杀人最不成 最终以二级伤害 罪判处杰克六个月的环形 庭审结束后 杰克找到斯通 他问斯通 你真的认为我犯了谋杀罪吗 斯通说该起诉的时候 我们就起诉 之后让人们做决定 杰克说这不是一次起诉 而是一个警告师吗 对其他那些考虑安乐死的人 你有什么权利利用我 斯通说是你自己给我的权利 还不止一次而是三次 人类天生对未知的死亡世界 充满恐惧 可比死亡更可怕的是他的过程 如果生命的尽头是无尽的病痛 那人类是否应该有选择 安乐死的权利呢 这个问题太难了 因为生死已经是一个人 能遇到的最大的问题了 没人知道人那些自杀的人 在死亡的前一秒钟 想的是什么 会不会有那么一瞬间的后悔 即使有那他也在 没有选择的机会了